完全就没有感受到 有人走到我的背后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当时是看见了 自己的手的骨头的 我现在有点能理解 为什么有的人 宁死也不愿意疼 我们家有点奇葩 我醒来的时候 他说 你知道吗 你都上微博热搜了 我是离不开水煮鱼 麻辣香锅 没心没肺 能吃能睡 他说我是陶医生患者的妈妈 我要把我的手捐献给她 我就觉得来这一趟 人事就挺值得 看到陶永大夫的事情就是 是1月20号那天 微博上很多相关的消息 当时看到那个消息觉得 无比的震惊 然后特别愤怒 可能因为她的年纪 可能因为她是一个特别青春 挺阳光的一个大夫 很容易让人过目不忘 所以我想知道 在她这个年纪 她如何面对她生活当中 突如其来的这一个事件 她会怎么样应对 她对未来的人生规划是怎样的 就是我想知道 那个白大褂以外的那个人 是怎样的 您好 您好 好 好的 今天到医院来加加班 处理一点文件 这几天在家主要多干点什么 这几天在家没闲着 可多事呢 像今天早上我还8点到9点 参加了一个视频会议 这几天也在做一些审稿 因为我们有研究生 来写科研论文 然后需要给他们进行修改 同时呢也是在想 我们朝阳医院演科后续的一些发展计划 我们最近呢要开 区光中心 所以呢后面也要想好 怎么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基本上一到两年吧 最近一次回去呢 就是正好有一个 我的患者的家长 就这个小孩是六七岁的小孩 我们给他从没有视力 至到1.5的视力 家长特别感动 所以给我的老家的两所学校 捐献了20万元 最近一次呢 我就是去做这个事情 回老家 有什么放松的方式 在家里有跑步 就是在阳台上有个小的那种 简易的跑步机 每天要跑一个小时左右 加速自己的体能的恢复 还要按照这个康复师的要求 因为自己家里头 买了一个电疗机 就是一个直流电的一个机器 然后每天要练好几组 同时自己还要再做一些 织具的一些训练 所以时间还是挺满的 你平常上班不是这样吧 现在我们要求 上班必须得寄领带 这是我们现在要求的 看很多你的报道 有的报道说 你睡觉特别好最近 比以前做手术那会还好 但也有的时候 你睡得好像偶尔也会有 突然醒来的那种时候 所以是好还是不好 总体来说要好 因为在公立院您也知道 就是病人的这种的 它众多 加上病人本身也痛苦 他们总想去先看 然后完了这些病人的病情 也复杂 这边你要保持一个 像高考一样的紧张的心 另外一边还得去 为了维护次序 而得去跟病人 不停地去规券 其实那样的一个过程 挺让身心俱疲的 所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睡不着 这段时间 因为没有任何这些的事情 反而睡得更好 我看到有一些报道 说半夜里面有护士听到过你哭 阶段不一样 那个时候是在ICU的时候 就重症监护 刚刚抢救回来 那个时候的痛苦 跟现在手康复的痛苦 简直不可同人而语 因为那个时候脑油水肿 然后还有出血 然后手上又是整个打着一块石膏 特别冰冷 然后脖子这块刀口也还没有长好 然后整个就是人一会出汗 那种汗黏在身上那种痒 然后你又动不了它 然后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就是那个时候是难受的 可能掉了眼泪 但是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一种哭 就用纯生理的一种反应 对 一种刺激性的 那个时候因为您想想 我这个头上挨了三刀 特别重的 而且有一刀 其实离颈动脉特别近 而且又有颅内的水肿 说明这个震荡的力 非常大 而且还有出血 是有危险性的 因为出血如果止不住 出血不停地出 不停地出 不停地出 你的脑子就压迫 这个也不行了 所以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那种时候 面对就是这种生死 人会本能地 对于生命的那种渴望跟留恋 在那时候是会强过于 对死亡的恐惧吗 其实在那个时候 因为你太疼了 太难受了 你可能都没有心思考虑这些事 所以我现在有点能理解 为什么有的人 宁死也不愿意疼 是因为那种的难受 太难受了 那现在你说这种 康复的这种痛苦 当然比那时候好很多 但依然还是一个挺煎熬的过程 主要就是这个手的这个康复 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一个千针万关键的 整个支柱 刚受伤的固定是这样固定的 陶珍当时九根基建全都断了 所以我们为了让基建长的固定 都是区的固定的 然后现在基建慢慢地长好了 就慢慢地把手给慢慢伸开 但是不能一笑伸开 一笑伸开 这基建的墙面还不够 反正就是这块觉得撑的话 慢慢地适应了 又来着来着 现在已经真的比刚开始好多了 刚开始能平着就不错了 对 反正他这老有弹性 就是你松开了吧 你过两天他又回来了 进十步退八步 又进十步又退八步 就是来回来回去 曲折前行 处于这种 现在一天上午三个小时 下午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 所以王大伟也非常用心 要不然的话 我也不能恢复这么快 但是最后到什么程度 我永远 现在还 就像年了还早 陈主任说 至少还要再做一次手术 对 就这些斑 斑痕 因为肉跟皮 还有基建粘死在一起 他给你扒开 然后扒开的第二天 就得赶紧练 一边出着血 一边练着 一边出着 你想那得多疼 可以想象吗 就拿刀给你把你的皮 跟肉分开 然后完就练吧 就这么着 可害怕了 我还说好好练 能不能不做 说不行 至少做一次 有可能还要做两次 所以对于我来说 折磨是双方面的 一个是每天 日常的肉体痛苦 撑着拽着 还有电机 就是掰这个 是撑的难受 电机呢 是串的难受 推是痛彻心扉 完了 这是双重打击 这是每天的日常的肉体痛苦 那还有一个精神上的 就是告诉你过俩月 你还得再做手术 然后完之后还得再 血不刺拉的 又得皮跟肉摩擦着疼 好在我内心比较强大 以前有个笑话 不是说我们这个 错疮长在别人脸上 自己不难受 现在我怎么觉得 长得自己身上 还能笑出来 但是这个已经算是 跟很多患者比 已经算是很幸运 因为我们眼科很多患者 双目失明 最后家里头 也没有任何办法 你想想 其实这个再苦再苦 跟那些双眼失明 家里头又经济困难的人比 我觉得这个还是轻的 而且现在的疼比 刚开始好多了 这是桃轮头的吧 我这是桃轮第一天来的时候 我太紧张 我就觉得弄得人家挺疼的 然后桃轮轩跟我说 我呀命保护 我欲难特别深 凡事真的总是往好处想 就是之后有过 不同的人来探视我 探视完了之后 把他们吓着了 结果还上北溢六院吃药去了 还有当时就是 我们科的一个年轻大夫 也是在现场 据他们说 当天跟他说话 都已经无法正常交流了 就是这个语言已经无法组织了 就是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 所以后来都是我安慰他们 因为所有的人 就是后来就总结说 我自己如果我的精神 不强大 不乐观的话 这些人身边的那些人 就更难走出阴影 就是所以这个事儿 现在当然大家都慢慢地都恢复过来了 它不是正常的感觉 它其实是一种好像震动 就有点像这个手掉到冰轿子里头一样 1月20号那天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当时是看见了自己的手的骨头的 这块又缝了40多针 断了一下又断了一下 所以生长就特别困难 有人伸出脚去绊它 有人拿个铁棍子去追它 就如果没有这些人帮我的话 我觉得我逃不了 在发生的危险的时候 我敢不敢那么勇敢去建议用为 但我们科的同事 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 有人敢 我问你这是右手是不是也有用 右手也伤得很重 你看这个手 所以我的小拇指到现在也不是很利索 正常的话小拇指就是这个也很有劲 但是有差点意思 现在做感觉 做感觉 我就得闭上眼睛 做那种对 排斥视觉的影响 做那种感觉的训练 这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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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十二分 这是十二分 我们神经恢复的时候会有一个超敏期 就是我碰那一下就会很疼 因为我们神经是有电声力反应 然后它就会放电 就会比较疼 这边就是现在正在一个超敏期 三分 四分 四分 六分 定位 嗯 长侧 但是离小指有一段距离 是指浆的指根还是 那咋的呢 小鱼记咋的 小鱼记 这小鱼记是吧 好 那这就是哪 这就是小鱼记 这就是小鱼记 这还是小鱼记 这小鱼记上面 小鱼记上面 这是长达的背层 是地底 这是十指的背面 十指的背面 好 现在是哪 那是十指的 十指的 尖 十指尖是吗 是什么 又是什么 就说 那是哪 什么 是哪 那不 我 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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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他皮 肉 肌腱都粘在一起了 慢慢的俩就拖一拖 好好好 你现在是左手没有对于温度 对于外界 比如说我要是碰你 我碰你 你能感受到这种碰触吗 它不是正常的感觉 它其实是一种好像震动 没有正常的那种触觉 就有点像这个手掉到冰窖子里头一样 但你看你这个手是暖的 两个手的温度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你自己对外界所有的 对 所以你才会有这种泡烫 这个手对我感觉就像是零下二十度一样 那这种感觉到什么地方才有恢复 比如到了 因为我这块神经是有两处都是断的 这块有缝了四十多针 就这边有个神经叫齿神经 断了一下又断了一下 所以生长就特别困难 然后这个神经叫正中神经 这个神经也是在这又断了一下又断了一下 所以相对来说它的生长就极为缓慢 所以这种知觉的恢复可能要非常漫长的时间 那你两个月以后再做手术是要做 是要把这个断很清楚 因为这个手现在您看我这么勾着 是因为这块就是肌腱跟皮跟肉都长死在一起了 把这个赶紧清掉 然后动它动它动它 手才能平 现在就手永远是勾着的 然后那个恢复期要多长时间 他说还有可能要做第三次手术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会去问大夫说我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 因为作为医生你明白 你需要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 对 我不能给他压力 因为事实上在这种的复杂情况下 只是追求一个概率 并不能给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 可能就像小孩上学一样 你很难问老师说 他以后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 你很难说 但你自己你又会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判断 你能够明白自己会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应该会比现在要好 就是即使如果说现在 就已经是最好程度 你能接受吗 我觉得我也能接受 因为我想我就要调整我的人生方向 去干我能干的事情 那如果比如说你慢慢恢复手术之后 如果你觉得自己状态还不错 有可能再回到医线 再回到手术台 那如果你发现 我可能回不到以前那样状态 你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事实上 我本来也是打算 不要说一直做一个手术匠 就是我认为的医学呢 它不能只有术解决问题的方法 它也得有一个道具 对这个事物的认知 我觉得如果不能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去理解医学 我觉得我就失去了 我当时学医的初衷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 本来也是在逐渐地减少个人的手术量 而去培养我的团队 去帮助更多的青年医生 推动一项技术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头 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所以即使这个手 恢复不了特别好 我觉得不妨碍我后面做这些工作 但是说实话呢 也有点放心不下 放心不下就是在于 其实这段时间 确实耽误了很多病人了 对于我自己来说 可能还好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损失太大了 我也打算五一之后呢 开始尝试着出一些门诊 那身为一个医生 具有科学精神 这么多年从医经验的一个人 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 看待自己身体的疾病病痛吗 可以的 其实回想起来到 就三个月前 1月20号那天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当时是看见了 自己的手的骨头的 这一根根的骨头我是能看见 但是我并没有慌张 你是用这个手去遮挡了一下吗 左手 对 你不是左撇子对吧 当时其实是因为我的右手 正好拿了一个病人的病历板 所以才下意识用左手去挡 对因为人家说人会本能地 用你常用的那个手 这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吧 我觉得是 其实要我自己接受一些病痛 我觉得可能比一般人 更容易一些 因为我见得太多太多的 这些个复杂的这些疾病了 所以我觉得自己看待自己的身体的病痛 我觉得也更容易接受一些 但是那个病痛依然是真实存在的 真实存在 那个疼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但是我知道它早晚一天会过去 所以这让我认为最大的痛苦在于什么呢 在于绝望的痛苦 而我身边的有一些病人 他们明知道自己眼球视力不可能很好 要摘除 他们还能充满乐观 我觉得我没有理由 这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对 我觉得没有理由 因为在我想象 就是人失去任何一个功能 都很可怕对我来说 但我觉得如果看不见 可能是所有可怕当中 会最让人绝望的 因为人感知这个世界 我知道绝大部分 我不知道那个数字 可能70% 80% 来自于通过眼睛 90% 所以当这么多一些 他们都能够从这个废墟中 站起来的一些人 一个 两个 三个 我想我们也可以站起来 所以恐惧这个词 好像你基本上都没有 它不是你的思考范围内的一个词 你连看你自己受伤的时候 你都没有恐惧这个 这其实是一种职业的修炼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学习过程中 我们的老师总说 突然停电了 手术过程中突然停电了 怎么办 事实上我也经历过好几次 你的刀都已经伸到眼睛里面去了 但突然停电了 怎么办 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安抚 身边所有一切的人 然后告诉患者千万不要动 说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你这个时候乱动的话 你就会破坏阻止 但是其实你只要不要动 你慢慢地撤出来 其实它只要不造成损伤 一切还有希望 但是你只要一旦去 慌张了 乱了 包括病人 他也会在这个环境中 感受到一种欢乐 那病人一慌了就更完了 所以多年以来的职业素养 就告诉我 遇到了突发情况 最主要是要保持镇静 就是我这次能够活过来 我觉得感谢两件事 一件事是有人帮我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有三个人替我挡刀了 一个是我们科的同事 就是他奋不顾身的建议 我冲上去 跟歹徒搏斗 然后耳朵被削了半两 然后头上一个大口子 还有一个志愿者 头到现在还是肿的 还有一个患者家属 用胳膊去 肉往我挡道 如果没有这三个人 还有路边上的 有人伸出脚去绊他 有人拿个铁棍子去追他 就如果没有这些人 帮我的话 我觉得我逃不了 第二的话 我觉得是我 因为我全过程 我能保持镇静 如果我要慌乱了 不知往哪跑 方向不对 或者说 昏迷了 倒下了 那也完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两件事 都是对我的生命 起到了一个 关键时候的一个支撑作用 所以好人 还是会有好人帮 而且好人还是多 对 其实我很感动 其实我经常在问自己 就是在发生的危险的时候 我敢不敢 那么勇敢去建议勇为 但我们科的同事 用他的实际行动 告诉我 有人敢 他们现在怎么样 就这几个受伤的人 现在都怎么样 他们都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所以其实 就像看我们看待玫瑰花一样 花也漂亮 但是也有刺 就像这个凶手 他可能只感受到这个刺 所以他充满了对社会的怨恨 他要报复社会 但是像我们就会看到 除了有刺 还有花 还有这么多关心你的人 爱你的人 健毅勇为的人 所以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我总是觉得这是真的 好像不太可能吧 是不是好像在做梦一样 我在因为他这件事情 把我的眼光就局限在 一些一点点仇恨 而看不到更多的美好 那我就完了 我们家有点奇葩 我醒来的时候 他说 你知道吗 你都上微博热搜了 他说我是陶医生 患者的妈妈 我要把我的手捐献给他 我就觉得来这一趟 人事就挺值得的 那你觉得这段经历 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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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